大米加上一袋蔬菜及干粮包 慈济雪龙分会来到吉隆坡 敦拉萨人民组屋区进行食物发放 考量到也有居民交通不便 发放点调整到组屋区楼下进行 疫情下百废带薪物资发放 住居民不用再食不果腹 我是跟人家去孩子 现在三个孩子都没有得住 像我心很需要 祝福这些主席 主席的帮忙 钱也不是说有存到钱 不过一两个月辛苦一点 不过现在还不可以开工就很辛苦了 因为也要给租金 要给公司儿子读书全部都要 粮食纾困是来自学方的爱心 为困难家庭解燃眉之急 戴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志亮 马来西亚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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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